大家好,我是橘子 今天分享红豆沙的做法 自己做的红豆沙没有任何的添加剂 吃起来也放心 首先准备500克红豆 倒上清水泡一叶 泡了一叶的红豆体积会明显的变大 拿一颗试一下 如果用手指能够捏烂就可以了 然后把红豆清洗干净 洗干净之后 把红豆放在煮饭的锅中 倒上清水 清水的量要没过红豆 盖上盖子 按筋锅锅煮熟 煮到这种软烂的程度 没有太多的汤汁就可以了 然后把红豆放在料理机中 搅拌成红豆泥 准备一口不粘锅 把红豆泥倒在锅中 加入200克赤砂糖 用赤砂糖做出来的红豆沙 颜色非常的漂亮 如果没有赤砂糖 用红糖或者白糖也可以代替 准备80克玉米油分成三等份 在糖融化的时候加入三分之一 全程开小火 用铲子不停的搅拌 这样防止糊底 这个时候可以看到 用赤砂糖做出来的红豆沙 颜色非常的漂亮 这样不停的搅拌 大概五分钟之后 可以看到油全部已经吸收 然后再加入三分之一的玉米油进去 然后再继续搅拌 大概再搅拌个五分钟之后 可以看到红豆沙已经成粘稠的状态 然后再加入三分之一的玉米油进去 接着用铲子再继续搅拌 大概再搅拌个五分钟之后 可以看到红豆沙中的水分 全部已经蒸发掉了 粘在铲子上不会掉 成这种粘稠的状态就可以了 把做好的红豆沙放在保鲜盒中 晾凉之后盖上盖子 放在冰箱冷藏保存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下期再见